大家好 我是X61 现在我在一个运动场 这里我可以看得到公园里面很多的一些树 远处的建筑 还有在这里运动的人 遛狗的这些人 这个小朋友把球都踢过来了 我现在就准备画我眼前的这样的一个景色 对纸先碰上水 然后再开始画 因为画面是湿润的 所以我画起来会比较圆润一些 流畅一些 现在我先抹上了天上的那个阳光的余晖 因为这是一个阴天 所以我抹上了一点暖颜色 然后天空的上端我是用的紫色 这个只是颜色的一个方向感 而且我很多时候我调色盒比较小 所以我会把我的花花的纸当成了我的调色板 就比如说我在画的时候 我会将两种颜色或者三种颜色 在我的纸上来进行调配 因为我先画了那个暖颜色 所以它上端的这个冷色的云彩部分 就会慢慢的向下流淌 它就会形成一个比较自然的一个光感的那种效果 我再画一点颜色呢 强调一下 这些颜色慢慢的流淌下来以后 它就形成了那个 自动的就形成了云彩的这种层次感觉 天空的上端呢 是有点发紫的 下端呢 我就画了一点偏蓝的颜色 让它有一点在阴天里面的那种 高和远的这种感觉就出来了 我现在画的这一部分呢 实际上也就是把天空的颜色关系呢 就出现了 很简单的就表现出来了 然后这是地面 地面呢 我在画的时候呢 首先是近处的绿色的地面 非常的绿 远处呢 跟天面交界的地方 我就加了一点黄色 就是柠檬黄的黄色 然后呢 用比较浅的颜色呢 所以看起来地面的近和远的关系呢 也就出现了 这一笔呢 基本上都是 就是水了 然后呢 千万别把上面的颜色呢 给带下来 现在一看的话呢 天空整个风景画水 最重要的高 远 近 就出现了 趁着画面还没有干的时候呢 我就开始画树 画树的时候呢 我的笔是向上挑的 挑的这个效果是什么呢 就是因为底下的颜色没有干 所以我把这个颜色往上挑的时候呢 它又会自动的向下流淌 就好像把沙子扔在山坡上 会自己流淌下来一样 它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比较 树和天空之间的比较自然的一个过渡 都是自动产生的啊 我的花画自动化 天空也是自动化的产生 这个花树也是自动化的产生 树呢 它是有成绩的 就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远处的景色里面 有近处的一个很突出的一个大树 也有远处的这个一排树 所以呢我在画远处的这些树的时候呢 用的比较重一点的颜色 今天的天气呢 还是有点偏冷的 所以我坐在车里面的话呢 比较舒服 比较安静 这实际上是在城市的中心 在墨尔本城市中心有很多这样的一些公园 他们看起来呢都差不多 都很漂亮 都很实用 但是呢 他们的缺点是 好像每个公园的差别都不是很大 当我在说这些话的时候呢 我的画面的颜色呢 它自动的就流淌到了树的下端 就是树的下端和草地之间呢 就自动的就形成了一个深颜色的部分 那个是我将来 我等一会儿 我会把这些颜色呢 调配一下呢 以形成一个新的空间感 当树的第一层级的颜色干掉了以后呢 我现在开始上第二道颜色 第二道颜色就比较重 因为为了把树和天空之间的关系呢 给它拉开 所以呢 我的树的上端呢 是用的比较重的冷颜色 而下端呢 就我现在画的这个位置 我就用的是偏紫的颜色了 偏暖偏紫一点的颜色 这是下端 当然下端也会有远近 就近处的树的下端和远处的树的下端 它的颜色也会是不同的 画风景的时候呢 当你掌握了它的规律以后 实际上是比较简单的 我觉得画画里面比较轻松愉快的就是画风景 它没有太多的约束 而且它有很多的一些自由发挥的机会 比如说我把树画的大了一点 小了一点 还是把这种树画成了那样的一种树 把没有树的地方画了一棵树 把有树的地方 把那棵树给去掉了 都很自由 它不像画一个建筑啊 或者画一个人物 要求对形状要求那么多 这个树的下端呢 我是画的暖颜色 实际上我是加的是红颜色 红颜色进去的 红颜色也是变暖 但是它会来的比较干枯一些啊 如果是在比较 比如像春天的树的时候 我可能下端我会用绿色 它会看起来更嫩一些 轻轻的挑一下 我现在画的是远处的那个建筑 这个画面当中呢 有一个小的建筑的明显的出现 它可以和右边的那棵树呢 形成一个呼应关系 就让看点啊 有一个点可以看 这段树重要的是 树的上端和远处的背景之间 把它拉开 这拉开以后呢 因为我们在一个景色里面 一个物体的时候 在画一个物体的时候呢 我们需要把它的上端强调的时候呢 我就得放松它的下端 而不能两头都卡住 两头都卡住 这个物体就是这个石板的物体了 我刚才说的 我把那个地平线的这根线的颜色呢 一个是把颜色吸走了 就堆积在那里颜色吸走 另外一个呢 就塑造出了这个草坪的远处的这根线 强调一下远处的树的上端 这种远近的空间感就出现了 尽管是远处的那样的景色 我现在呢 还是用了偏绿的颜色画上去 因为偏绿的颜色和偏蓝的颜色来比起来 它又是变得是一种暖色 并且颜色比较重 所以呢 远处的那些树林 它也出现了不仅高 而且远这种效果 我们隐隐约约可以看到 有一些维修工程的场地 它有一些卵颜色的东西 那些栏杆在那 那这张画呢 当我画到这样的状态的时候呢 我是把远处的树和天空呢 基本上就定下来了 但是地面上呢 看起来比较空 我突然想到的就是画狗 因为在这个上面 本来运动场就有很多人在那里遛狗 这狗呢 也在这里是一种活跃的成分 所以在这种比较宁静的一种画面杆子里面 我先画上一只狗 然后再把地面呢 应该再画一些内容 让它前景变得丰富一些 我的电话在响 好了 现在呢 我是画的这个比较重一点的颜色 而且呢 不能跟地平线的那根水平线呢 是平行 而是应该有一点交叉关系 所以这根线看起来呢 就是有点倾斜状 就右边高 左边低 形成了一个倾斜状的这个构图关系 然后把这个前面呢 塑造的 跟远方呢 形成一个 就是分量上要一致 而构图上呢 也是要保持一种火跃成分 还有一个呢 我现在所画的时候是把画面的吸引力呢 延伸到原方的地平线上去 这个地平线实际上我指的是 这个运动场的远处 最远的那个地方 是那只小狗要跑去的 跑 跑过去的那个方向 我的调色盘很小 我很喜欢这个调色盘 它非常的方便 电话铃声响 我也不理它 我也不看 我继续画我的 慢慢的颜色在变化 然后呢 形状呢 线条呢 也变得越窄越稀 这个时候呢 远近的空间感就出现了 这是草地的暗部的深颜色 这样画出去以后呢 草地里面它就会出现了一个 坑坑洼洼的草 长得不平整的 那么一种自然感觉 如果削平的草地的话呢 太机械了 实际上我现在看到的草地 应该还是修剪的是不错的 不过从画画的角度来说 我需要让它有一点变化 包括这个右下角这一块 我也必须要有内容 因为我的目的是 让这边变得丰富一点的话呢 让注意力顺着狗 跑的方向呢 伸向远方 这个是树 趁着它没有干的时候呢 我这刮一下以后呢 它就会出现一个白颜色的树干的形状 但是现在画面里面看得不太清楚 等一会看最后的照片的时候 应该可以看得出来 我在画面最后的时候 我会把作品给展现出来 现在因为是草地 为了草地的绿呢 我把那个狗的脚底下的那片呢 我加了一点暖色 以使那个这个暖色是偏红的颜色 以使草地呢 看起来更绿 然后呢 这远处的树的边缘部分 稍微用小笔去挑一下呢 它就会形成一些树枝之 树叉的那么一种感觉 轻轻的都给它点一下 这个低平线呢 那个最远处的轮廓线 一些关键点 比如说那个塔的建筑的那个尖 把它都点一下 小狗的关键点 这六狗的也回来了 狗的头 还有狗的尾巴 地上再强调一下 其实地上的颜色越是重一点的话呢 这个众生感会变得越强 画画就是一个对比关系 找到对比就可以画出一张画了 其实看到我的整个完整的 这个画画过程 基本上也就是这样的 我基本上没有什么酸碱 无论是从时间 还是到画面的那个画画的步骤 最后 我再加一点点 这个树的下面 要不然那里有点空 再加一点点内容 这张画呢 基本上也就这样出现了 好吗 我的画呢 就画到这里了 六狗的人又出现了 希望大家喜欢我的作品 欢迎订阅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